- 喂,小枫。 - 你,是不是哭了? -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- 你先别哭。 - 告诉我到底怎么了? - 我不知道怎么说。 - 那你想说的时候再说。 - 你先冷静一下。 - 你放心。 -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 - 现在先痊癌。 - 我会好好见一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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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谁呀这么早早电话 犯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喂 有什么事啊 苏建峰联系你了吗 没有啊 喂 怎么了 苏建峰联系过你吗 没啊 怎么了 小峰出什么事了 爸 我回国了 你别担心 我的情况我很清楚 但那里有对我很重要的人 能被他需要 我好开心 我希望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能活得更有意义 小峰 好久不见 乐迪 你怎么回来了 你身体好了吗 我好不容易回来 你是不是太冷漠了 好不容易回来 你是不是太冷了 难道 我给我回来 老大 是 无聊 一切都很不容易吧 我都知道 我来让一下啊 慢点 到了 你就住这里啊 我 就只是暂时过渡一下而已 我已经找到新的地方住了 在哪里 以前够不够用 在哪儿你就别操心了 肯定比这儿强 我最近没什么胃口 吃泡面比较方便 有什么打算 我认识一个专攻催眠的心理医生 说不定可以帮你找回记忆 心理医生太贵了 我现在能养活我自己 已经足够了 我可以帮你 谢了 但我还是想靠我自己 你要是真想帮我的话 就把垃圾扔到门口 然后我们再去找好吃的 给你接风 给我吧 谢谢 走吧 给 试一下 我自己调的 嗯 你吃青汤 我吃辣 好 好吃 那是独家秘方 这粘料叫 好嘞 为了防止苏牧鱼破坏我的粘料 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叫叫毒料 叫毒料 这条料叫什么 没 没什么 对了 对了 你病怎么样 刚才问你支支吾吾的 没事啊 大哥 大哥 我是学医的 扩张型心肌病 怎么可能没事 中血性心力衰竭 无法逆转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心脏移植 医生说 情况不太乐观 我 可能没时间 等到信愿了 不行 你要回医院继续治疗 就算回去 也不过是心理安慰 你是学医的 应该明白 我一定会尽我全力 让你活下来 那我这小命 就有劳女侠了 我还有个要求 你说 你看 这毛肚都涮老了 我们再加一份呗 好 我去点菜 好 服务员